我們今天要帶大家來介紹一家非常特別的銀行 是京城銀行 如果是北部的朋友可能對他比較不是那麼樣的熟悉 因為人家是南霸天的銀行 那這家銀行最近在徵婚 很多大銀行大金控對他都很有興趣 那他最讓大家津津樂道的是 這家銀行非常有自己的原則 他曾經拒絕台積電 台積電大筆存款要存到這家銀行 一般來講如果我是老闆 就覺得開心得不得了吧 但人家老闆戴成智先生直接拒絕 說不好意思我不收你這筆存款 到底為什麼他拒絕台積電呢 以後給他貼一個名號叫拒絕台積電的男人 到底為什麼呢松哥 對沒錯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們到台灣的金控或是金融體系裡面來說 大致上都是金控公司一定比較占優勢 或是大型銀行比較占優勢 因為銀行畢竟還是一個講求 所謂的規模效率的一件事情 但是台灣就有一家銀行叫金城銀行 他就是一個非常小而美的這個所謂小型銀行 因為小型銀行畢竟最後你還是要架入豪門 還是比較好的 對長遠發展來講的話 所以董事長戴成智最近就說 我們因為市場之前傳言說是跟中信 他說我們不是只有跟中信談 我們還跟富邦談 還有這個國代司法也都願意 所以為什麼大家要搶他這個銀行呢 因為我就講他獲利不錯 然後他的這個分支機構 大部分都在中南部 尤其在中南部的時候 因為我們到台灣的這些 包括說中信富邦或是國代司法 他們的發展中信統都在北部 那他跟他就有一個互補性的一個狀況 再來就是說其實這個金城銀行 自己本身也有意願要賣 我們到這個戴成智的 他其實比較類似算是專業經理人 他其實目前為止並不是金城銀行的最大股東 金城銀行的最大股東 就是以前我們南霸天 金城建設蔡天站家族 他們才是最大股東 他們持有30% 那戴成智他大概只有持有7% 不過因為蔡天站認為說 戴成智很厲害 那他把他挖到這個金城銀行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戴成智他最早一戰成名是 他那以前的成泰銀行 大家知道以前成泰銀行辦很多信用 這個現金卡那個成泰銀行 他以前的董事長叫林承一 那林承一來說是最大股東 然後他找了這個戴成智來就說 你幫我們把我們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成泰銀行 裝得漂亮一點點 所以他就把他進來之後 把成泰銀行改善體質 最後是成泰銀行用高於净值一倍 架入這個新光金 所以等於是說 當時這個戴成智也賺大錢 戴成智也賺大錢 所以因為他有這樣過去一個好的經驗 所以蔡天站把他找過來 那找過來的時候原本就是說 發展金城銀行 但是現在因為戴成智也已經70多歲了 他覺得說 我現在我接下來可能過幾年就要退休 那蔡天站他的兒子 不想要接這個所謂的金城銀行 所以等於說為什麼會要賣 這個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好那現在賣出來的話 因為最早傳出來是中信金 那中信金一開始出的價格是 550億到530億 但是我們跟他講 以現階段金城銀行的話 他股價56塊的話 他的市值是622億 等於是說 我這樣子加入你的這個狀況 我可能會吃虧 那為什麼中信金會出 550億到530億這個價格 約莫斯金城銀行的淨值 他目前的 去年第四季的淨值是41.76 所以等於是淨值加一成 這樣去收購這個所謂金城銀行 但是金城銀行也會願意嗎 我覺得如果富邦國泰都來的話 我覺得這個可能條件 可能要再多一點點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就講 事實上為什麼金城銀行不太一樣 剛才至於講到 他不是拒絕台積電嗎 好那他怎麼拒絕台積電呢 因為第一個 他比較多的是在中小企業 是特別是在中南部 那尤其是他的分家69家之後 在雲林以南大概占了七成 特別是台南 那這個地方 因為他都以中小企業為主 所以他說聽說 因為他們公司獲利不錯 我們到小銀行的評級裡面來說 大部分評級都不是很好 可是金城銀行的評級是非常好的 所以台積電就說 那這樣啦 那我們就存到你們的 我們有一筆資金 大概一百億 要存到你們的銀行裡面去 你們願不願意 結果你們想要代程制 就說NO 不要 為什麼 因為他說我們的規模比較小 你這一百億進來的話 會讓我們整個 我們營運就會出現很大的波動 因為一百億進來的話 等於是一個 因為他都是中小企業 中小企業往來可能了不起 就是十億二十億 你一百億進來 一百億進來 我要拿到哪裡去用 太多是不是 太多我不要用 所以他拒絕台積電說你賣 所以他比較有特殊就是說 他都focus在中小型企業 然後這幾年 因為剛好被他碰到什麼 因為我剛才講 他不是在雲林 台南這一帶 非常多嗎 雲林以南 台南高雄這一帶 現在很多小企業 都跟他一起 著轉成大企業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幾年來說 我們台灣在 弄一個所謂X郎帶 就是從南科一直到陸竹 然後到南紫一直這樣子 台南南部的所謂半導體X郎帶 很多企業都跟他有往來 就當初跟他一起 小企業 所以變成是說 這些變成是他非常好的一些客戶名單 然後他都跟他們往來非常密切 所以為什麼這些銀行想要進來 再來就是說代程資過去一段時間 其實他的操作很靈活 我們前幾年的時候都說 他真的很厲害 真的操作債券對不對 他債券賺了非常多錢 可是這幾年債券不好的時候 你看他馬上就說 我們要主打什麼 以股替債 所以你看他去年的時候 就買了非常多 這個台灣股票市場的股票 甚至他也買了很多AI股 還大賺 所以你看他營運真的很靈活 他才是股神吧 對啊 你看如果債很好的時候 我就買債 幾年前的時候 精神經常都靠債賺很多錢 那去年之後股債不好 我就換成股 所以他真的營運績效相當好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你看他從2020年 到今年為止來說 你看他的配息 1.8 2.1 1.1 還有3.0 所以非常好 如果你用3 去除以56塊的話 股息支率率滿高的 大概6%多左右的數字 也就是說 因為他每年都有所謂的 高股息的特質 所以你說真的 很多人會買0056對不對 但你可以想到 0056裡面 它也是個成分股 而且0056 已經變成是金城銀行的第四大股東 你就知道他買了多少 那其實還不是只有0056 現在這個傳言中 像00733 這是富邦台灣中小的ETF 另外還有一個00900 00900是富邦特選高股息 還有00934 這是中性成長高股息 他們可能都調整之後 也會把金城銀行納進來 所以金城銀行跟過去完全不一樣 大家都認為說小型銀行 你的競爭力就是不好 就競爭力可能會比較遜色 但你看金城銀行這個代成字 果然非常會這個營運 那現在他就要準備要征婚 所以未來的話就是看 中性國泰跟富邦 他們到底要出多少錢 能夠打動這個 美麗的俏家人 金城銀行的心 然後最後嫁入豪門 對